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我所要做的料理就是草莓慕斯 Strawberry mousse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道料理应该要怎么做吧 Let's cook 首先准备的材料有 草莓 Strawberries 糖 Sugar 韩天粉 Agargar 盐巴 Salt 椰奶 Coconut milk 柠檬汁 Lemon juice 核桃 Walnuts 椰枣 Dates 现在准备的是草莓慕斯底部的酥皮 用核桃跟椰枣一起打 是比较健康的选项 调理的时候不要打得太久几秒钟就好 这样才会有酥脆的口感 跟绵密柔和的慕斯产生对比 让这道甜点多了一点层次 接着把洗干净的草莓去地 放入熔杯后再加入糖 盐巴 以及 寒天粉 我每次打开调理机 都喜欢看着食材在调理机熔杯里的变化 会让我忍不住稍微舞动一下 因为加了寒天粉 草莓骨的液会渐渐变成胶状 加入等等要做的慕斯里 会让成品形状更够得住 再来的食材 柠檬汁 如果求方便 买现成的浓缩柠檬汁就可以 但因为我个人觉得 锦柠檬汁很舒压 哈 好疗愈啊 接着就开始制作慕斯 因为野奶需要在低温下 来容易打发 所以下面要放个 加了冰块的盐水盆 打到野奶稍微浓稠后 加入柠檬汁继续打 因为在测试食谱时 用的是不同品牌的野奶 打起来非常轻松 但录影时用的不是同一款 所以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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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不停地打 让我不禁回想起 做400次咖啡的噩梦 好险 在努力坚持下 慕斯终于慢慢地成型了 将盐奶打发后 就分次将胶状的草莓糖浆加入 混合均匀 看着慕斯 看着慕斯 逐渐变成漂亮的粉红色 虽然蛮有成就感 但这次的经验让我学到 除了选对正确的野奶之外 可能买个电动搅拌器 才是一个比较实在的选择 将酥皮铺入杯底 再加上打好的草莓慕斯后 放进冰箱中冷藏大概三个小时 就可以做最后装饰啦 慕斯 慕斯是一种典型的名称 它的质地呢 非常的柔顺 而且有很多细微的小气泡在里头 刚好就跟我们常用的美法造型品 泡沫慕斯 非常的类似 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 但是泡沫慕斯的英文 却不是叫做bubble慕斯 这样子的说法哦 它呢非常的简单 只要在慕斯前面加上hair 也就是头发 hair mousse 就是它的英文啦 最后加上剩下的酥皮和草莓糖浆 就准备上菜咯 There you have it 这就是草莓慕斯 strawberry mousse的做法啦 那它的过程呢 虽然有一点辛苦 要耗一点力 可是成果呢 却是很值得咯 我们就来试试看 它的味道怎么样吧 Cheers This is really good 非常非常的好吃 因为呢 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 把很多的空气打进去 我们的椰奶里面 那所以呢 它的口感是真的非常的轻盈 加上草莓酸甜的那个味道 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的甜味就非常的刚好 那非常的顺口 而且呢 很有少女心的感觉 吃起来是非常的 就是很有春天的感觉 而且呢 把草莓的特色 完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那我想 如果你平常呢 没有吃过 vegan version 素食版本的mousse的话 这道料理呢 我非常建议 你可以试试看 在家里 这样子做 很简单 而且呢 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去做 但体力可能是需要耗一下 这次我们好像买到一罐 不是很好的椰奶 在打这个mousse的时候呢 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 才把它达到我们想要的质地 那如果你买的是对的 哪种椰奶的话呢 搭起来呢 就会相对简单很多 那要怎么去分辨呢 其实就是当你在打开这个椰奶的时候 它的原本椰奶那一个部分呢 是有结块的 那出来的样子就 很像 挤青春豆的时候的那个 农包的感觉 那 either way 也 刚好借有这样的机会 让大家看到 其实就算买到 不是品质很好的椰奶 还是有机会可以做得出来 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样子 今天这道简单的草莓mousse 出来的成品非常好看 所以咯 如果你有做的话呢 也请你拍上Instagram 然后呢 Hashtag 或是直接tag我 让我们看一下你做出来的样子啦 如果你有做的话 所以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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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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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